你知道什麼是交通寧禁區嗎 現在讓我們來進行街坊實測 GO 想請教你們 你們有聽過交通寧禁區嗎 之前有聽新聞講過 就是健美喇叭嘛 時速要變慢 今天進來合體的時候 我看到彩色還有綠色的翻慢線 你們說的是我們的彩色新彩線 對啊 那時候想說是不是要翻慢車速 社群比之前有安靜一些 更安靜 像車子啊 他們就會開得比較慢 也不會有一些其他奇怪的噪音 真的耶 我們只要一走進這個社區 就覺得安靜許多呢 謝謝你們 謝謝 原來大家對交通寧禁區都有一定的概念 如果你還不清楚 接下來請仔細聽我解釋喔 交通寧禁區的設置主要是 針對社區裡的巷弄學校周邊 進行交通管制 改變汽機車的駕駛行為 降低車速 並且敬明喇叭 如其一來呢 可以提升我們的居住品質 同時改善交通安全呢 合體社區是發展成熟優質又充滿浪漫 悠閒氛圍的社區 在這裡有著綠意盎然的 合體公園 合體國小 以及勢力圖書館 合體分館等設施 而高雄第一座交通寧禁示範區 就是這裡我們的合體社區 至108年政策實施後 以合體社區為例 造勢率降低了44% 車速變慢了 社區也安靜了許多 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未來也將持續的拓展 其他適合的地區